今天给我们的创业者和经营者讲 全新的商业工具有哪些 之前我给大家讲了一个短视频 大家都记得吗 叫左手商业工具 右手商业思维 有了左右手 我们商业就亡到无敌了 那很多人说商业思维是什么 商业工具是什么 今天我们就细节来讲 全新的商业工具都包含了哪些 在我们讲全新的商业工具之前 我们得回顾一下 我们有哪些旧的商业工具 那事实上我这15年的人生历程 职场历程就代表了 由旧到新的这样的一个历变 所有的东西我都经历过了 我们先说说十多年前 有哪些商业工具 十多年前我们在北方 东北贴大字报 那个时候叫农村包围城市 代表做的话三租 三租口服业 红桃K等等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好的宣传的方式 打电视打报纸 那都是新鲜的东西 那我们就贴大字报 用贴大字报的形式 冬天用手贴大字报 很苦的 拉横幅 在这个公园 早事 夜事 江边 拉横幅 后来呢 就有很多很多人赚到钱了 或者有一些人敢干 说这个 写这个大字报 贴这个横幅 老打架 那个时候为什么说卖药的就一定是社会背景的人呢 因为你这边贴大字报了 边上也贴 就给你的大字报就贴上了 贴上这两伙不就打吗 所以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手拿这个浆糊刷 另一手拿这个棒子 拿这个工具 你真要打你呢 你得还手啊 就是那个野蛮成长的一个时代 所以你会想想 那个医药保健品当然要暴力了 是不是 好 那人要不暴力的话 他也不会那样 那么第二阶段变成广播 广播来了 我们就可以播一个广播的这样一个座台 包一个时间段 这个交通台 那个时候 真的时候只要你播一个广播 那就是坐着赚钱 你什么也不用干 你就在家里面就挡着人民币吧 那个用那个袋子你就装吧 然后交通台完毕之后 就是电视 很多很多那时的消费者都会发现 说只要上电视这个产品 那就是真的 因为那个时候上电视那都是名人上的 你想那个时候的人都好骗 是吧 广播电视 然后呢 就是专卖店 包专科 最高峰的时候 东北做药的时候 就包专科 什么骨科 眼科 那个钢肠科 全是包专科的 包专科是什么 说这个医院是个小医院 不警惕 你就包一个科室 你也穿上白大褂 然后放一个电话 你就上那个公园 上这个小区 你就拉这些人 然后进来免费一诊 免费体验 甚至当时还有一个一滴血 就是查你这个血 你这个血不行了 后来就厉害了 后来了 只要你这个血一放上 那个数据全出来了 数字化就出现了 这叫什么 这叫会销 你看工具的完善 又出现了另一种商业模式 叫会销了 会销就更牛了 会销就利用一个工具吗 就这个数据全出来了 然后拿这个一个单子 你看大爷大娘 你看我这个值是多少 这个值是多少 或者说能让你看到血细胞 有这个癌细胞在动 等等等等 这就是什么上下对比 然后呢有一个店面 就把砖壳就变成一个店面了 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普天班来 打不过普天班 那只能变个店了 是这样的 然后全国就复制了 等到会销来了之后的话呢 就有架构和电构了 报纸吧 报纸整版整版的轰 架构和电构 架构和电构 带到了所有所有的省台和卫视 那个时候的卫视也不赚钱啊 但是架构来了之后 卫视就是在 这个全年段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 在那讲得不得得不得啊 然后卖各种产品 你要电构的话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 不要多少多少 倒送你多少多少啊 反送你多少多少啊 这种架构和电构的形式啊 后来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健康连锁啊 联盟的这种形式 这每一个阶段 事实上我说的都是商业工具 商业工具当中 就包含了我们的什么 海报 叫DM 宣传单页 会销 加构 电构 广告 报纸 杂志 甚至是书籍 出现了大量大量的书 湖南卫视的 毛木博士 你看 把这个大蒜呢 把这绿豆都卖飞了 是不是 还有辅媒Q10 出了很多很多书 还有呢 什么 肖素 这些人 所以呢 这些都构成我们传统的商业工具 往互联网这个商业工具上 转移的过程当中 就出现了全网营销 全网营销这个词 是什么呢 是2012年啊 正是被我们这个业绩啊 所纵使的 说哇 这个全网营销太牛了 那它包含了哪些工具呢 这也是我们现在一定要用的啊 用得到的一个基础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关键词 竞价排名 新闻源 这三个一定是继续在用的 还有呢 就是说网站的什么SEO啊 等等这些事情 现在最新的这些互联网 变成了移动端的互联网 移动端的互联网 是什么会核心呢 是与人与人之间的为核心 那就变成什么 什么今日头条啊 微视啊 抖音啊 短视频啊 悟空问答呀 知乎 微博甚至 还有一直播啊 这些是我们现在全新的商业模式 那么当我奖励了这个第一阶段啊 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商业工具之后 我们要组推一个呀 说这个是个了解啊 大家有兴趣和爱好 可以更丰富的了解 掌握那个历程 因为你只要了解到了每一个商业工具 你就知道了这个商业工具下 有一个模式 每一个商业工具下 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模式 因为模式是依靠于商业工具的变化 如果今天没有互联网 没有高科技的发达 还能有共享经济吗 分享经济 新零售吗 智能化中端吗 不可能吧 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全新的商业模式的工具 有三个 你就记住就行了 第一个 头条系 你一定要做 你想啊 你都没有工具 你能会成功吗 所以今日头条系的这个商业工具 一定要做 那第二个商业工具呢 就围绕着直播啊 微博 一直播 微视啊 这条线的 起车线的 这个商业工具 你也要做 还有一条线就是我说的 全网营销这条线 你要做一个补充 打个比方吧 说红盒你是干啥的 你查一查吗 在这查一查的过程当中 就解决什么 查得到 查得好 什么呢 愿意查 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核心 很多企业和创业者 他没有解决这个全网营销的问题 他就是什么 查不到 查得不好吗 你看很多很多支销公司 就是这样的 这三点就构成了我们 全新的商业工具的一个布局啊 那这个布局当中 我们要记住一个口诀吧 叫布局 买雷 就刚刚才所说 你那个产品那个关键词是什么 然后点报 通过一个新闻员 通过一个事件 通过一个自明型 然后引爆的一个过程 基本上 所有所有的创业者 底层的创业者 全是这么干的 我是红盒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事情 针对于全新的商业工具 和全新商业工具下的 如何布局点报引爆 这样的一个过程 一定要细心的来思考 我今天说的很快 但是大家要找好关键词 有时间和精力的时候 自己自学一下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感谢观看